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俄乌的战况 那么俄乌战况的本身我们要关注 还有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大国之间的这个对垒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俄罗斯第四名将军阵亡了 那么你去看台媒报道 台媒是第十一名将军阵亡了 我跟各位讲这是第四名将军阵亡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说过俄罗斯的将官普京都是往死里整的 怎么叫往死里整 就是说你少将以上的你必须到前线给我去打仗去练胆子 你要知道一个将军你没到前线去你叫什么将军 你前线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将军 对不对 这个其实中国这几年的军改 习近平也学习普京 你看这个国庆大阅兵 你少将中将都给我去搞队列去 走那个正步 起步走 走正步 对吧 你这个将军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吹的冷气 没事开着会 对吧 吃的大富贫贫的 你这叫什么将军 你将军就都像美国那样的 躲在那个指挥室里面 然后这个玩的小蜜抽的雪茄 你这样的将军能打仗吗 你对前线的事情你了解吗 士兵在想什么你知道吗 战场赶资是什么你懂吗 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认为说俄军 他这个将军阵亡我觉得说明是个好事情 说明人家敢玩命 这是一种气氛 那这是一个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 等会我这个事情的这个新闻我也会讲 还有第二个 美国又恐吓这个非洲啊 说不是这个非盟主席到俄罗斯要找俄罗斯买粮食吗 他就恐吓他 你小屁嘎子 不要找俄罗斯买 你们饿死都不要找他买 所以说呢 这个这么一个事 我们等会也来解读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 目前呢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在这边干的呢 这个德国外长拒绝建这个乌克兰大使 他们之间的都有矛盾 马克龙呢也说不要羞辱俄罗斯 那这些事情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看新闻 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第一个 俄没缺恋 俄军又一名少将在顿巴斯前线阵亡 当地时间6月5日 俄全俄国家广播电台 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 在社交媒体发文 称俄陆军少将罗曼库兔作夫 已在顿巴斯前线阵亡 他称这是第四位俄乌军事冲突中 丧生的俄军将领 俄媒生意人报 及英国路透社 均引引该消息 报道了这一消息 俄陆军少将罗曼图库佐夫 他是一个好人 他从一名空降兵成长起来 在他当团长的时候 我们就是朋友了 斯拉德科夫还称赞了俄军将领的战斗精神 我们的将军站出来以身作折 带领士兵冲锋 生意人报报道中还提及 俄罗斯军事情报员栏目 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透露 库图佐夫是在距离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波帕斯纳亚市15公里处 尼古拉耶夫卡镇的一场战斗中阵亡 此处位于俄乌双方正在争夺的 北顿尼斯克市的附近 据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暂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俄罗斯军方网站2019年的一条消息中提及 库图佐夫当时带领俄罗斯东部军区 某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代司令 大家要知道前面包括他黑海舰队副司令 一名中将也是阵亡 还有两名少将也是阵亡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到 库图佐夫他是东部战区的 他的东部军区主要就是面对美国太平洋方向 阿拉斯加美国本土跟日本这边 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到 整个他现在在俄乌这边打仗的 就是他东部军区的 包括东部军区的将官都来这边 来指挥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去 现在他这些少将也是都压在前面 这个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你的将军胆子都没有 你士兵有什么胆子 那人家说将军嘛 军校里出来的 对吧 高端人才 军事理论各方面都不错 他们只要在后面指挥 你前线的事情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指挥 就好像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我为什么都觉得能做好 原因是什么 因为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都是从村干部 乡镇干部开始干起来的 所以说他们熟悉中国的各个阶层 各个阶层的老百姓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所以他们很清楚 不像那个美国 对吧 拜登 是这样的外交 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一个资深外交官 来当这个美国总统 所以你看他的内政搞得好吗 他内政搞不好 你看川普 从来没当过官 连个市长都没干过 别人说州长了 他根本就没有根基 一个商人 嘴巴会扯 说点极端的口号 然后打打中国牌 就可以当美国总统 所以你觉得他的内政搞得好吗 搞不好的 西方现在 为什么这些领导人内政都搞不好 你看你马克龙 马克龙以前是银行里面出来的 他都不是职业政客 所以有人来说 数业有专攻 对吧 你现在就能明白 你这个军队里的将军 你也是 你将军 你不熟悉各条战线的情况 你当什么将军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军改 学习俄罗斯 就是中国军改是美国跟俄罗斯的混合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本土特色 结合起来的 你像这个营群作战 这不是就是学习美国吗 对吧 然后这些将军到一线去指挥 那不是学习俄国吗 这都是要做的 所以说呢 关于他们将领阵争亡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对整个战况的改变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只要那个家伙在 就OK了 就是谁啊 德尔乔尼科夫上将 只要他在 他是这个总指挥 那么这边的战况呢 现在呢 我们大家都看得懂 就是乌克兰就是急急败退 我说过美国前驻欧洲司令都说 你乌克兰也只有投降一条路 没有第二条路 确实你的武器装备 军人素养 完全不是在一个频道的 好吧 那么这个事情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事情 这个德国外长啊 拒绝会见乌克兰大使 德国跟乌克兰这个矛盾比较深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拒绝与乌克兰大使 安德列·梅利尼克会见 德国外交部表示 贝尔伯克计划仅与外长会谈 而不会见大使 贝尔伯克指出 他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一直保持着联系 作为回应 梅利尼克抨击了贝尔伯克 他说 我非常希望德国外长 可以为乌克兰大使抽出时间 并补充到 没有什么可取代秘密谈话 梅利尼克经常发表 金兰哲伯林对基辅军援问题上 犹豫不决 他在前一天曾表示 给你帮他去的 他在前面 统统的状况 是 permit了 帮我现在和我 去的시고 我就想打电话 我了解了 去的 一门 我 在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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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萨的秩序 明白吧 打掉昂萨的秩序 而且 我说过了 乌克兰是欧洲粮仓 这名字 它不是最白叫的 欧洲粮仓 而且你说 还有你这些石油 天然气的 你都是要用的 你石油 你都是要用 俄罗斯的石油的 明白吧 你现在美国都帮 西班牙跟意大利的石油公司 意大利埃尼石油公司 在文尼瑞拉 他们称之为死对头 社会主义国家 在那边给它开采这个石油 然后还不忘给中国 穿小鞋 说跟文尼瑞拉讲 你现在别给中国 卖那么多石油了 因为文尼瑞拉 70%的石油 都是中国买的 大家要这里面 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 文尼瑞拉的石油 主要就是中国的这个莆田系 就是中国的四林加油站 基本上都是莆田系的 大家知道吧 都是福建老的 福建老就是在文尼瑞拉那边 买很多石油 然后在中国开那个四林加油站 所以这一点呢 跟大家呢 就是讲一个知识点 所以说 那就意思讲 说文尼瑞拉 你现在有意大利跟西班牙了 减少给中国出口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想想看 你说你到最后 你都去求你这些敌人了 文尼瑞拉是被美国 被欧洲都列为 主要是这个敌人的 布尔什维克 跟这个 这个 俄罗斯是穿一条裤子的 俄罗斯这些轰炸机 还图95MS 还在那个地方停靠过 对吧 所以说你想想看 他们现在这个脸都丢尽了 这帮小小的 这帮二椅子 穿着西装打领带 看上去有模有样的 这些人 那么 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情 那对美 跟美国有关系了 俄航空兵在乌克兰 摧毁一座美制雷达站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伊格尔·克纳森科夫少将 六日向记者表示 过去一天内 俄航空兵在 敌尼斯克人民共和国 摧毁美国向乌克兰 提供的一座 AN-TPQ-50反炮兵雷达站 那么我说过 这个呢 基本上呢 就是美国援助的了 那美国援助的武器呢 用普京的话讲 都像坚果一样 给你炸开了 像坚果一样 把你给炸开了 这话很难听 非常难听 这些话 你在中国听起来没什么 在西方 就是这种话 是很难听的 大家明白吧 就啪 炸开了 确实没错 很丢人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纽石 美警告非洲 别向俄购粮 恐无济于事 美国外交圈 向主要在非洲的 私事国发出警告 装载次乌克兰 砸鼓务的俄罗斯船 之将驶往当地 判不要成为俄 亲屋帮凶 但专家认为 非洲缺粮告急 道德劝说 无济于事 纽约时报指出 乌克兰冤占 全球小麦出口的 十分之一 但俄罗斯 2月24日清雾后 轰炸封锁 和掠夺 以严重削弱 乌克兰的谷物产能 让世界各地 恐面临 粮荒及粮食 暴涨 粮价暴涨的困难处境 美国陷警告 俄国打算 把夺自乌克兰的小麦 授予饱受 干旱之苦的 非洲国家牟利 美国在5月中旬 向私事国发出警告 装载谷物的俄国船只 从乌克兰的港口驶进 从乌克兰港口驶出 美国国务院形容 这是 窃自乌克兰的杂物 谷物 美国发出警示 电报的对象 大多在非洲 退标出三艘涉嫌 转运谷物的 俄国商船名称 然后呢 就是说 你们不要买它的 你们要买我的 我美国也有很多的 但是呢 你们价格要加1.5倍 这不就是美国吗 这些国家都讨厌美国 美国你看 为了自己 它就像初中生一样 我说过 美国就像小学生初出生 两个同学闹矛盾的 打架了 然后这个A跟这个B说 你不要跟C玩 你不要 你只要跟C玩 我告诉你 我跟你断交 对吧 青春期懵懂 长了一脸 他妈青春痘 然后天天在那里 发梗皮气 公鸭嗓 是吧 这不就是现在的西方 不就是这个屌样 我看现在西方这些小淘气 西方这些小淘气 一个一个都像青春期 在发育 在发育过程当中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家里有小孩的 现在处于在上中学的 对吧 是不是你现在跟他讲话 他都不听了 他要跟全世界对抗 不听你父母话了 你是不是很生气 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美国跟西方的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小淘气鬼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伯 大家喜欢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